字幕提供 我漫生 這是一部泰國電影 英文片名叫做Bad Genius 由泰國的年輕導演 納塔、吳蓬、皮利亞自編自導 而演員都是幾位非常年輕的泰國演員 包括了朱立蒙瓊 查農書依 查農商提納、同庫 提拉、東說、帕蓬、皮唬 伊莎亞、賀蘇旺 这是一部近期口碑不錯的 勝逢暑假檔 在台湾口碑发酵的一部泰国校园电影 虽然说是校园电影 但是整部电影用学校里面几个角色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学校之外大人的世界 虽然说是校园电影 不过作弊这个题材 让整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偷片 紧张的气氛和令人喘不过气的节奏 我们会一直看着角色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剧中人物的重大转折 会让你非常的认同他的动机和想法 像主角小林 他第一次想要帮助他的朋友 grace的时候 不为了什么 只是为了单纯想要帮助这个同学 他不认同学校只看成绩 就限制了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这个做法 而且更关键的是 他发现负责这个考试的老师 自己也在这个考试当中从中得力 他看出所谓的公平性 根本就不存在 而整部电影就在主角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选择之下 我们就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入了一个 没有办法回头的结局 这个主角小林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 他除了是一个考试机器之外 每次的关键时刻我们都能看着他从中化险为影 集中生智 而这也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卖点 他非常的机智而且善良 可是反过来来说 他就是非常的倔强 而且不服输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这个演员也表现得非常好 发几个紧张惊险的场景都表现得非常好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他们的幕后花絮 你会发现他为了诠释出这种情绪来说 他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同样的他也把这个姿优生的气质诠释得非常到位 甚至他也为了诠释这个天才少女的角色 要练习用不习惯的左手来写字 男主角Bank是一名姿优生 却和女主角走向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的结局是会令人争议的 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生 或者是他不同于女主角有着不同的遭遇 不过对我来说 这个角色才是更贴近真实的一个人物 相对于女主角小林 Bank代表着真实中每一个人都曾经面对的成长经历 最后没有人是赢家 只有认输的人和继续输下去的人 模范生用了很多的角度去批评这个世界 非常会让观众去思考 分数就代表一切吗 分数和财富之间是等号或者是其他的符号呢 追求分数追求财富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可以去追求吗 而又是学校家庭或者是这个世界 让我们越来越找不到其他的目标了 我真的还蛮惊艳这个故事的完整性的 不过电影的结局还是有一种 要把所有他想要说的话全部说好说满的感觉 不然的话整部电影算是非常的明快紧凑 充满着刺激感 没有看到最后你真的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 还有每一个人的结局是什么 模范生这部电影会让你重温以前在学校考试时候的那种战斗感 或者甚至有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下现在的人生 模范生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请帮我按赞还有分享 并且找找你的订阅牛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的话 请别忘了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你喜欢模范生这部电影或者是你不喜欢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一起跟我们讨论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拜拜